好 再來看到的是在美中之間 現在是在考哪一檔呢 原因是因為科技戰之後 現在可能會變成到智能車戰 但你來看到的是 在目前雷蒙多他們的商務部長 直接講了他們講法就是 現在為什麼我們沒有辦法 讓大陸的智能車進到我們美國來 你有想過嗎 智能車裡面都有裝晶片對不對 好 你有沒有想過 如果說所有在美國本土躺進來之後 然後所有的車子在美國的道路上 都讓中方可以同時讓他們熄火 因為裡面有晶片有軟件 所以他就擔心了 你看我們進多少輛 就多少輛可能會對我們造成 國安上面的影響 這一切是國安疑慮 好 又變成國安疑慮 你可能問車子會國安疑慮嗎 是國安疑慮 包括了拜登他都直接講了 說現在要採取的是 前所未有的行動要加以應對 其實講那麼多 紐實就直接講了 就是要阻止你的電動車 進入美國市場 開始有那種華為的那個既視感很重 華為當時在全球的試戰率上面 就是因為站上龍頭 馬上就被處理了 現在誰站上的龍頭 比亞迪亞 好 所以呢現在 是不是也要開始來處理 這一些智能車了呢 連莫多直接的說了 說他們要在廣受歡迎之前 先採取行動 當然大陸這邊的說法 就是中國堅決反對 任何問題 你都要把它變成了 籠統化 經貿問題 武器化 什麼事情都跟國家安全有關 車子也跟國家安全有關 這真的是 讓大家很匪夷所思的一件事情 可是呢不管怎麼樣 目前不只是美國政府這樣講 美國國會議員也這樣說 他們甚至還要提加徵關稅到125 哇 非常非常重的關稅 現在為什麼你會發現說 美國現在開始來出手了 原因是因為歐洲 其實現在已經開始有 比亞迪等等相關的車輛 然後呢也看到 他們已經開始有自己的滾裝 貨輪運輸船 可以把所有的這個良好的 這個車款統統的送到了歐洲去 結果他們的市場方面 就製造商在抱怨了 說哇 我們現在沒有辦法跟他們比 已經變成了中國車企的天堂了 甚至現在就這幾艘船 未來他們兩年還要再部署七艘船 以前你會說 為什麼美國日本的車 他們有辦法全世界分布 因為他們的船送的出去 所以他們有辦法在全世界的車市裡面 來稱霸一席之地 現在你如果租不到車沒關係 租不到船沒關係 比亞迪說我自己做運輸船隊 我自己把我的車給送出去 所以未來這個市占率上面 可能會因此而更加大大提升 再者他們現在也開始把工廠直接蓋出去 在歐洲這邊除了既有原本的匈牙利之外 現在說義大利他們也要開始來蓋車廠了 更不用說東南亞 先前就已經有所投資 印尼這邊很多車子 基本上公交車都已經變成比亞迪的了 還有什麼 還有的就是包括了墨西哥 已經在這邊來設工廠了 大家也開始在問 擴大當地市占率之外 他們有說他們其實現在還沒有進入美國市場 但是就在他後門 真的不會進去嗎 會不會也是因為這樣讓美國有些擔心 因為巴西現在他們要再投191億台幣 好大家開始在問了 現在美國他們知道了說他們有說不進軍美國 不進軍美國市場 原因是因為他們不喜歡複雜的問題 他們是要做生意的 可是美國真的會害怕 甚至現在他們也直接講了 雷蒙多說如果不只是車子 如果未來國會給予我這樣一個權限的話 我們會考慮限制更多特定的大陸企業 在美國這邊的業務 等於說他們要越來越保守他們的市場了 甚至就連博恩斯他自己都講了 說現在雖然說他是我們第二大的進口來源 好但是我們都希望進行貿易 可是我們也都希望能夠好好的來保護美國人的權益 是這樣講 貿易壁壘的相關的調查持續在進行當中 還有一件事情是什麼 還有一件事情是貿易戰的部分 現在還沒有完全的結束 關稅先前301現在也還沒有進一步的 希望彼此好好的來檢討或者是坐下來瞧 而美國的商界會不會因此出現任何的變化 他們最新的報告出來了 說其實86%的美國企業還是不會因為 美中之間看起來會有另一場的貿易戰 而離開中國 很簡單嘛 因為市場在這裡 所以他們覺得這邊依舊有路可圖 為什麼有利可圖我要走呢 中美貿易戰戰到最後 現在是不是P了另一個新戰場 這個戰場最後會入死誰手 請教有名老師 因為還沒進去 他也說太複雜了 我賺其他的先吧 我那邊還沒想進去 但美國已經開始反應了 聯盟多說300萬輛車 如果同時的讓中方 讓我們在道路上熄火 國安問題 你知道80年代的時候 日本的汽車風行美國 那個時候美國就用 就是所謂的不公平貿易 來是指控日本 結果日本政府承受不了壓力 就通過一個做法 叫做自願性出口限制配額 通常配額我們都是講 你進口的時候我有個配額 對不對 比如說韓國車 全車在韓國知道 能夠進入台灣市場 過去其實有限制配額 日本居然是 我出口自動的限制 就美國的這個壓力 現在這個道理是一樣的 這跟國家安全有沒有關係 這個說法 你在華為的時候 還有你的這些盟邦會跟著你 但大家很痛苦的跟著你 可是你現在講到電動車 電池的時候 別人不跟你了 你光看比亞迪在全世界 多少家廠商 對不對 連你最旁邊的墨西哥他都撤場 而且他說 我只是為了墨西哥的市場 你美國的市場 還不是我現階段所思考的 其實還一樣 保護主義 關鍵保護主義之外 打壓中國 也就是透過政府的管制 這個違反一切美國自我標榜的 所謂新自由主義的這種體制 政府不介入到民間的企業 你看整個從貿易戰 科技戰 到現在為止 每一個步驟都是政府的管制 管制到使得這個全球化 變成兩個半球化 對不對 現在因為他沒有辦法去競爭過 就是比亞迪跟這些能源車 你跟別人說 其實比亞迪 所有的電動車裡面最重要是什麼 電池 電動池裡面兩個 一個是寧德時代 一個是比亞迪 寧德時代大概占36% 加起來就超過全球的50% 全10名當中 另外還有四家是中國的電池廠 三家 韓國 一家 日本 但是這四家佔的額度很小 所以美國這種保護主義 是在保護他美國汽車嗎 我跟你講 不是 美國汽車還有什麼好保護的 對不對 在保護美國的石油跟天然企業 這個其實是政治上很重要的區域 尤其是在中西部到 就是美國的南方 頁岩油 頁岩器 它現在是全世界最大的石油輸出 國家 尤其是在烏克蘭戰爭之後 這個如果通通要轉向電動車 第一個 你再扶植幫助中國 又一個新的華為的 全球的領頭羊的企業 第二個是 你把自己國內的這個市場 就拱手送給中國的汽車 同時會造成你整個 你的車企 你的石油 你的天然氣的企業 完全的萎縮 受到影響 更不要說 你等於就是間接承認氣候變遷 因為電動車就在面對 氣候變遷的 你間接承認氣候變遷 就帶來的影響 這也就解釋為什麼歐洲這些國家 就不管你美國這一套 你再講國家安全他們已經不接受了 因為這個是你下一個世代 下一個時代 你必須要面對的環境保護 電動車 這就是一個解決方案 而中國已經遙遠的走在前面 幾乎別的國家不可能抗拒 美國才做最後的抵抗 看起來如果說一個產業會 它衍生出來 會影響到更多其他的產業 如果是這樣的話 請教一下小舰長您怎麼樣來看 因為目前看起來 比亞迪他確實 這個就是一個勢不得好的勢頭 他現在開始往世界各地的去 美國現在是直接的這樣在講 說要採取前所未有的行動 來加以應對 甚至未來各種的陸契 特定陸契在美的業務 我們通通一起來處理 那貿易戰可能升級 其實我們看表徵於外的是貿易戰 可是事實上來講是科技戰 為什麼講說是科技戰 我們來看 當初一開始遇到抖音的時候 說抖音是認知作戰 後來遇到華為的時候 又說華為的手機 會傳各種的訊息 現在問題又到了比亞迪身上 我想請教一下 如果車子這麼嚴重的話 Google跟Apple CarPlay 這些東西難道不蒐集數據嗎 他當然蒐集數據 不然你在上班前 你刷一下Google 你怎麼知道哪裡塞車 它哪裡會標註成紅線 那就是在蒐集資訊 為什麼說這個是一個科技戰 因為它資料蒐集的越多 它越可以進行這些 無論是行銷分析也好 或者是消費者的動向也好 它慢慢的越來越了解之後 它就可以訂出更多的中國標準 中國標準這件事情 其實原來是2035年的想法 可是現在不講了 但是這件事持續在做 我們看大陸的汽車到底有多麼的神器 我們就看到2030年1到6月 全球十大電動車的銷售排名 這個不是大陸做的 這是Digitimes做的 所以不要說小店長都在幫大陸說話 這是事實 我們看到第一個比亞迪 第一個比亞迪 特斯拉你只能夠屈居於第二名 但是我們不要只看一 二名 我們往下看 往下看你只看到 前面你看到了 B&W跟Mercedes-Benz 可是你在這邊 你看到的也是中國的廠商越來越多 所以這個已經慢慢的 變成了一個大陸的優勢產業的時候 其實你阻擋不了 怎麼說阻擋不了 以前在歐洲賣比亞迪車子 只有匈牙利 匈牙利一起建廠 現在義大利 雖然他已經停掉一帶一路了 可是他現在也在討論這件事 亞洲不要忘了還有印尼 為什麼是印尼 因為印尼他不同意 他的電池最重要的孽出口 除非你在我這設廠 所以比亞迪到印尼設廠 就是如此阻擋不了的 好 請教一下賓哥怎麼樣來看 我覺得雷文都很趣味 他講這個話 對 智能汽車會收集數據 你可以從遠端 直接加300萬輛汽車全部都停 所以根據這個思維 建議全世界所有的國家 除了美國之外 大家都不要買特斯拉 不是嗎 因為你美國也可以隨時 叫這些特斯拉汽車 全部都停下來 對不對 所以所有歐洲國家 還有全世界其他正在用特斯拉的國家 這是你的國安危機 對不對 你會被美國操控 非常危險 大家都不要買 所以我跟你講 雷文都講這個 會不會有一天成為事實 是有可能的 但是問題是 如果真的都是這樣 每個國家都如此懼怕的話 那好 以後 每一個智能汽車 都只能夠在自己的國家販售 其他國家都不敢用 因為怕被你入侵 你確定世界要演變成這個樣子嗎 然後美國不是口口聲聲 國安危機嗎 如果是國安危機的話 我們美國這位議員提出 課增125%的關稅是什麼意思 所以給你錢就沒有國安危機 是這個意思嗎 你在告訴我這件事情嗎 這不是很奇怪嗎 邏輯多起來好像是這樣子 就是說 在美國人的思維裡頭就是說 對 現在如果讓你用便宜的價錢 進來就有國安危機 可是如果賣得貴一點 就沒有國安危機 我可以承受那個國安危機 就是這個意思 這到底什麼邏輯 你如果是國安危機的話 他是應該全部禁止 多少錢都不能進來 不是嗎 所以美國人到底在講什麼 很簡單 美國就是看到 大陸的電動車佔有優勢 他開始緊張了 他怕會打擊到他的產業 他怕會全面入侵 怕會在這個競爭點上 輸給大陸 所以不只是美國市場要進 未來你將不相信 美國一定是聯合他其他的盟友 全面的去圍堵大陸的電動車 這是他們要做的 只是現在他先從美國這邊開始而已 所以中美之間的鬥爭 未來 我一直在講 未來幾十年都是會持續這樣鬥 美國是絕對不能夠容忍 中國跑到他頭上去 所以他會千方百計 用盡各種方法 找盡各種荒唐可笑的理由去做 但是你不要說他荒唐可笑 當年美國對付日本的時候 也是很荒唐可笑 但是人家一樣做成了 為什麼 因為他有實力 他夠強 你逼人家不得不低頭 現在就看 中國大陸挺不挺得住 你如果挺得住未來天下就是你 如果挺不住 未來天下就是美國的 所以這場鬥爭未來幾十年 還會持續的看到 你說荒唐可笑 但是還真的有效 那個時候日本 他就從了什麼樣的一個狀態 然後到了後來 有好長好長的一段時間 必須要秀聲養息 等等廣告回來 我們繼續來聊聊 現在國際還有哪一些重點話題